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便真的喜欢一个人 也不敢轻易上升到爱 只敢理解为基本的好感 一方面对于自己不够自信 另一方面不确定对方对自己的感情 以免过于主动造成尴尬 不妨稳扎稳打 悄悄将这份感情藏起来 于是就有了我们平常所说的暗脸 殊不知即便是暗脸也会被人察觉到的 毕竟爱一个人根本隐藏不了 只要你足够细心 就能知道哪些人正在偷偷地暗恋你 已经被你完全征服 在跟女人相处和交往的过程中 如果你发现对方经常主动给你这三样东西 那么十有八九 他是看上你了 这时候你不妨积极一点回应他 以免让他误以为你对他没感情 而选择了放弃 如此一来 损失也就大了 一 主动给你他休息的时间 渴望与你单独相处 一个人的时间花在哪里 心思就在哪里 如果女人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 跟你单独在一起 这就说明他对你是不反感的 松慧之前就遇到一个感觉不错的男生周浩 他性格比较内向 很少会和男生单独约会 可自从遇到周浩之后 他的很多行为让人出乎意料 每次周浩约他的时候 他都会立马答应 而且会花很多的时间打扮自己 可是 他们已经相处了好几个月了 周浩始终没有感受到孙慧的爱意 始终把他当成朋友在相处 最终还是周浩最好的朋友多次提醒他 周浩才有所领悟 周浩很早就喜欢孙慧了 不过他一直不敢表白 担心如果被拒绝之后 彼此很有可能连朋友都不能做了 因为他看过好几次 孙慧都特别直接地拒绝男生的求爱 周浩想过 哪怕一辈子只做朋友 也不想被孙慧彻底拉入黑名单 殊不知 孙慧其实也很喜欢他 和周浩见面 他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 最终 周浩也鼓起勇气和他告白 如果没有朋友的提醒 也许他还是会以朋友的身份和孙慧相处 没有及时地抓住对的缘分 一个女生愿意主动给你单独相处的时间 很明显是看上你了 如果你很想要和对方在一起 一定要勇敢表白 等着你的将是一段美好的爱情 二 主动给你她的关心 时刻关注着你的生活 偷偷暗恋你的女人 一定会关心你的生活 如果她长时间跟你锻炼 再也不会在意你在做什么 可见她并不爱你 或者曾经爱 后来变心了 同事成为的前女友便是如此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很甜蜜 可是毕业之后 前女友把大部分的心思 都放在了打拼事业上 后来她们只能分手 结果她们才分开不到两个月 前女友就有了新的对象 并且很快就结婚了 这件事情给了成为很大的打击 她只能花更多的时间去工作 才不会胡思乱想 对她感情 成为并不是很自信 因为她有一个十分严厉的母亲 从小很少鼓励过她 但其实成为是有魅力的 她的性格十分成熟 处世又很沉稳 而且特别有上进心 身边有不少的女生 都很喜欢她 不过成为她末诺了 即便女生主动靠近 她也感觉不到 包括前女友变心 她也毫无察觉 其实 当她不再关心你的生活时 就应该知道 她在意的不是你了 三 主动给你她的崇拜 在她眼里 你什么都好 喜欢你的女生 往往会有衷地崇拜你 在她眼里 即便你有很多的缺点 也依然是魅力四射的 有个朋友特意给王涛 介绍一个对象 女生比她小两岁 长得很好看 彼此见面后 女生觉得王涛 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有一点腼腆 而女生的个性 却很活泼 两个人一边吃饭 一边聊了很多 王涛和对方相处 也觉得很轻松 不过 她并没有进一步地表示 凡是女生 总会在微信上 说一些夸赞她的话 哪怕王涛 只是随意地发了一张 晚上加班的心情 女生都会夸她 认真工作的样子 很有魅力 两个人认识了一个月后 女生迟迟等不到 王涛的主动靠近 她就找了一个合适的时间 勇敢地与她表白了 王涛很少接触过 性格活泼的女生 看她有点受宠若惊 不过 被表白的感受 真的很美好 她其实也很喜欢对方 就这样 她们很自然地 走到了一起 一个女人 会主动对你说 崇拜的言语 很明显 就是看上你了 她们那么做的目的 就是希望你能够 多主动一点 别辜负了她的爱 一个女生 如果主动给你 她的时间 关心 以及崇拜 多半是对你 懂了情 不要后知后觉 连错过了这段缘分 都不知道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